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姊妹大家平安 晚上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 要跟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 活在神的旨意中 我们请看诗篇四十篇第八节 诗篇四十篇第八节 第八节 我的神啊 我乐意造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这里是作诗人 他这样说 他说他乐意造神的旨意行 这个乐意的意思就是愿意 心甘情愿 就是说他遵行神的旨意 他遵行的非常的心甘情愿 非常的快乐 就是说我们信这个信仰 我们所道理啊 他信得非常快乐 守得非常的快乐 我们的信仰不是归条族裔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生命自律的信仰 就是说我知道道理 我用道理自我约束 不是说圣经哦 神规定这个规定那个 啊 教会又规定这个规定那个 哦 这个信仰哦 让我很不自由 啊 我要守这个道理啊 我要守得很辛苦 啊 为什么诗人说他很快乐的来遵行神的旨意 因为他说神的旨意已经在他的心里啦 哦 所以他把神的话听进去啊 哦 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外在就会行出来 哦 所以做事人啊 他就是很乐意地活在神的旨意中啊 哦 那我们信这个信仰 我们守这个道理 我们有没有像诗人哦 信得非常的快乐 守得非常的快乐啊 哦 小弟就根据这个题目哦 按照我读经的心得 信仰的体会 哦 我有提出几点做我们彼此的学习 我们怎么活在神的旨意中 第一点 神的旨意要成为价值的标准 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 那我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看以撒术八章二十节 以撒术八章二十节 八章二十节 人当于训悔和法度为标准 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 必不得见成光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啊 我们要以神的法度 神的训悔 就是神的话为标准啊 作为我们行事为人 选择的标准 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做标准 也不是用这个世界的潮流价值观做标准 年轻人最容易跟父母亲讲说 你看 人家全世界都这样啊 我同学都这样啊 所以我也是这样选择 我也是这样做啊 但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选择的标准就是 用神的话为选择的标准 这里说 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所做的事啊 如果没有用神的标准啊 就必不得见到成光啊 意思就是说 不能见到神啊 这里把神比喻成成光 成光就是 我们知道 早上太阳出来就代表一种活力嘛 一种啊 一种啊 希望啊 so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rises it gives us zeal it gives us hope 成光带 充满这个活力 跟希望啊 the morning light brings to us vitality 意思说 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标准来选择 我们的人生啊 是没有活力的 so if we do not choose according to God's standard then there will not be any zeal in us 是没有盼望 没有目标的 we have no hope and we have no direction 所以我们的这个选择标准啊 要用神的真理 神的话为标准 so we must use God's words as the standard 我们才能得到神的帮助 only then can we receive the help from God 我们的生命才充满活力 充满希望 only then will our life be full of hope and zeal 我们看真言二十一章第二节 proverbs chapter twenty one 真言二十一章第二节 proverbs chapter twenty one verse two 第二节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 唯有耶和华神衡量人的心 这里说的没有错 自己都认为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做法为标准嘛 是对的嘛 但是这里说 我有神衡量人的心 不是我自己怎么看我 也不是说别人怎么看我 最重要是神怎么看我啦 It is not how I see myself or how others see myself but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how God see me 神不只是看我们做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啊 not only will God see whether what we do is right or wrong 神更看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啊 what God looks that is the motive of us doing what we do 动机就是一个人的选择标准啊 so the motive is our choice 有些时候虽然是做对的事情 但是动机不对呢 虽然他做的是对的 so the things that he does may be right but if his motive is not right 所以我们做对的事情 动机更要对啦 so if we do something right even more our motive should be right 就是那个选择的标准 就是真理啦 and this choice is this truth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话 做标准选择 那我们就会选择错误啊 so if we do not use God's words as the standard of our choice then we would have chosen wrongly 就好像夏娃用自己的标准来做选择 for example Eve she used her own standard to choose 我们看创世记三章第六节 创世记三章第六节 第六节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 也月人也慕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好 这里是夏娃的选择标准 so this is the choice of Eve 她不是用神的话做标准 神跟他们讲说圆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包括生命树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 so God says that you can eat of all the tree in the garden 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 but of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you shall not eat 因为吃的日子必定食 for in the day that you eat of it you shall surely die 这个是神给人规范 this is what God decided 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God told us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你做什么选择可以得到生命 你做什么选择会死亡 你做这个选择可以得到福气 你做这个选择会受刑罚 标准都告诉人了耶 神不是讲的 哇 这个好像这个不清不楚啊 如果神说圆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之喔 但是我跟你讲喔 当中有一棵不能吃喔 吃的会死喔 完蛋了 标准在哪里 当亚当校要伸手摘果子的时候 是不是这一棵啊 换别棵啊 因为他不知道哪一棵啊 没有标准啊 但是神已经把标准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是不可以做的 这个是可以做的 做这个得生命 做这个会死亡 做这个得生命 做这个会死亡 那神给人自由预置可以做思考 可以做选择 这是神伟大之爱的地方 神不是做一个机器人啊 哇 这个遥控器在神那里啊 人没办法自由行动啊 没办法思考啊 神将生死或无都告诉人啊 那我们就用神的标准来选择就好了啊 好 我们看三章第六节这里 夏娃她选择的标准就是用自己的标准 Genesis Chapter 3 Verse 6 Eve chose according to her own standards 哇 好做食物咧 It looks good for food 也越来越人掩误咧 It is pleasant to the eyes 哇 这个吃了 让人可以有智慧咧 啊 这个就是她选择的标准嘛 然后她就决定 要再下来吃了 And this was her standard And she decided to take the fruit and eat it 结果 她就像刚刚以赛亚书八章那边所说的 啊 没办法看到成光了啦 And like liken to what was stated in Isaiah She cannot see the light 生命就与神隔绝了嘛 So her life is separated from God 哦 那个必定时有两个这个层面啊 So you shall surely die So there's two aspects 第一个层面就是灵命马上死亡嘛 与生命隔绝嘛 So immediately her spiritual life would die 啊 第二个就是肉体的生命有一天会死亡嘛 And her physical body will die one day 哦 所以我们是用什么标准来做选择 What standard do we use to make our choice 是像下话一样呢 还是说用神的标准来做选择 Are we likened to eat or do we choose the standards of God 那我们要用神的旨意来做标准选择 我们就要知道神的旨意啊 So if we want to choose according to God's will Then we must know what is God's will 那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 How do we know what is God's will 我们看罗马书12章第二节 罗马书12章第二节 第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力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这里说神的旨意 我们要查验才能明白嘛 So we must know what is God's will 这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嘛 So first we must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就会用世界的标准做选择啦 If we ar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Then we will do things based on the standards of this world 因为现在潮流就是这样啊 流行就是这样啊 Because this is the trend at the moment 全世界大家都这样做啊 And everybody does this 你看全世界这些大概齁 每个国家大概都是那个同分齁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嘛 全世界大概都是这样的嘛 So now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allow homosexual marriage 那是神的标准吗 Is that the standard of God 那是神的真理吗 Is that the truth of God 神是说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呢 God says one man and one woman And one man and one wife 那世界很多事情 雖然是合法的 但是它是不合乎真理的啊 So even though it may be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country But it is not in accordance to the truth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同化啦 So let us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主耶稣有告诉我们 Lord Jesus tells us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喔 We live in this world But we do not belong to this world 那这边说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We must renew our minds 心意怎么更新呢 How do we renew our minds 就好像我们的电脑喔 我们时常要更新喔 那个病毒嘛 So we always have to update the virus protection in our computer 因为如果没有时常更新病毒嘛 就会中毒嘛 Because if we do not do so Then we might get infected 啊我们的心意喔 也要时常更新喔 类似那个病毒嘛 就是喔 我们时常要update神的话啦 So similarly we must always update ourselves with the words of God 这样我们才不会中了这个世界魔鬼的毒啊 Only then will we not fall into the trap of the devil 所以我们要时常用真理喔 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才不会被这个世界同化啦 We must always renew ourselves with the words of God So that we will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然后来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啦 And then to prove what is the good and acceptable will of God 喔这边特别强调神的旨意的性质说喔 神的旨意是善良的 是存全的 是可喜悦的啦 And the will of God is goo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喔所以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 我们才能明白 We must prove the will of God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it 喔这个查验的意思就是去经历啦 哦就是用神的话喔 就是用神的话喔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去经历 咦我们就能明白神的旨意啦 Only then can we understand the will of God 我们就用神的旨意喔 真理来做选择的标准啦 我們看詩篇十九篇第七節 詩篇十九篇第七節 第七節 耶和法的立法前輩能甦醒人的心 耶和法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第八節 耶和法的訓詞正正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法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睦 第九節 耶和法的道理絕境純道永遠 耶和法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益 第十節 這裡就談到神的話的一個特性 不管是律法、訓詞、道理 就是講到神話的那種性質 能甦醒人的心 能快活人的心 能明亮人的眼目 神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益 我們看十四節 耶和法 耶和法我的磐石 我的救贖主 願我口中的眼裡 心裡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悅 做事的人說 願祂所行的 包括祂的心思意念 祂的行為 都能在神面前蒙悅 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啊 我們看十一節 十一節 況且祢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守著這些便有大賞 喔 祂說齁 我用神的話做警戒 因為神的話就是一個規範 因為神的話就是一個規範 這個規範 雖然現在社會上 世界上的潮流是這樣 我的同學 我的同事 他們都是這樣的做法 但是我們不會受他們影響啊 因為神的話就是我們的警戒 這是我們很清楚 這是不對的啊 不但受警戒 我們又守住神的話 就有賞賜啊 因為我們都樂意按著神的旨意行嘛 我們所行的都蒙神喜悅嘛 所以就能得到神的大賞賜啊 這是第一點 神的旨意要成為價值的標準 第二點 神的旨意是一切問題的答案 我們生活當中喔 我們時常會遇到困難 遇到困惑的事情 我們都一直在找答案啊 當人遇到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會問神為什麼 我們看詩篇第十篇第一節 詩篇第十篇第一節 詩篇第十篇第一節 耶和華神啊 你為什麼站在遠處 在患難的時候 為什麼隱藏 做事呢 連續問神兩次 為什麼 因為他需要答案嘛 因為他不明白我怎麼會遇到這種困難 遇到這種事情啊 所以感謝神喔 答案就在神那裡嘛 所以他問神說 你為什麼站在遠處 當人現在患難窟窟當中喔 當下都覺得 神丟棄我的 神不要我了 神沒有跟我同在 所以就是人問神說 神啊 你為什麼站在遠處 沒有跟我站在一起呢 神啊在患難的時候 是我最需要你的時候 我怎麼看不到你啊 你怎麼隱藏啊 我們繼續看 詩篇十三篇第一節 第一節 耶和華 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 要到永遠嗎 你顏面不顧我要到幾時呢 第二節 我心裡愁算 終日愁苦要到幾時呢 我的仇底身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呢 人在患難困苦當中喔 第一個會問為什麼 神啊為什麼是我呢 神啊為什麼是我的家庭呢 神啊為什麼你允許呢 第二個就會問神啊 要到哪時候 所以十三篇喔 第一節第二節喔 就連續喔 這個做事人就連續問神四次 神啊 要到哪時候 人在患難困苦當中 最難熬的就是時間 度日如年啊 喔這個喔 長夜漫漫啊 哇這個夜晚怎麼這麼長呢 怎麼這麼久都不會天亮呢 但是在快樂的日子喔 真的是喔 度年如日啦 哇 這時間過得很快耶 所以做事人喔 他在患難困苦當中 神啊你忘記我要到哪時候 神啊你顏面不看我要到哪時候 神啊你顏面不看我要到哪時候 神啊 喔 他一直希望要得到答案啊 喔 像約博他遭遇這個苦難 他也一直要找神問答案啊 喔 因為他的三個朋友誤解他誤會他說 喔你是不是犯罪啊 他说没有啊 不然就是你儿女犯罪啊 他说也没有啊 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他很难过 他就要找神出来说 神啊到底我是哪里做错了 他希望神给他一个问题的答案 给他一个理由啊 所以我们在欢然当中 真的是时间最难熬的 也要一直找答案 答案在哪里 神的旨意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如果我们自己一直想想 想破头啊 也想不到答案 所以我们要拥抱神 不要拥抱问题 要学习那个哈巴谷先知 哈巴谷这个意思就是拥抱神 不要去拥抱问题 拥抱问题解决不了问题 也不会得到答案 好我们看诗篇73篇 第二节 诗篇73篇第二节 第二节 至于我 我的脚几乎失散 我的脚险些滑倒 做事人说 他差一点就跌倒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差一点就离开教会离开神 不要神了 我不要信了 为什么 因为他遇到的问题 他不能理解 他遇到什么问题 从第三节开始 他就说 他看到恶人 为非作歹 都想平安 所以他心里很不平 怎么会这样 不是说善有三报 恶有恶报 神啊 你都没有拜用神 你是没有看见 不但是没有恶报 反而是说 恶有善报 善有恶报 颠倒报 所以他说 你看到第四节 哇 这些恶人死的时候 也没有疼痛 力气也壮实 他们都不像别人受苦 也不会受到灾害 所以这些人就很骄傲 所以那个叫 好像那个项链 戴在他的脖子 哇 这人很强暴 好像衣裳穿在身上了 哇 这些人哦 你看哦 吃好穿好啊 哇 吃到胖嘟嘟的 眼睛都快要突出来啊 第六 第七节 哇 他们心里所想的都可以心想事成 好 所以他看到这样 没办法明白嘛 我们看十二节 看啊 这就是恶人 他们既是想安逸 财宝也增加 十三节 我实在突然 洁净我的心 突然洗手 表明无辜 十四节 因我终日遭灾难 每早晨受惩治 十五节 我若说 我这样讲 这就是你已奸诈 待你的种子 十六节 我思索 怎能明白这事呢 眼看实戏为难 你看做事 人说 看啊 你看你看 你看 大家叫大家来看 也叫神来看 你看 这个就是恶人啊 哇 你看常想安逸 才会把我一直增加 然后他看看自己 做一个对比嘛 所以他就会 非常伤心 也失望 我实在 突然洁净我的心 突然洗手 表明我的无辜 如果用我们现在话来讲说 晚会 我都有到教会聚会 我都有在祷告 我都有在做圣工 我都有在奉献 我这些都突然 书务节 他话风一转 他骂神奸诈 他讲神奸诈 事务节说 我若说 我要这样讲 这就是神 你以奸诈 带你的众子 神啊 你欺骗我 神你不是说 恶人 会招报 那遵守道理的人 要蒙受你的福气 神啊 你说谎 十六节 他说 我思索 怎能明白 这事呢 眼看是希望 我再什么想 都想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我眼睛看到的 就是这样 因为我眼睛看到的 就是这样 好 十七节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 把问题带回神面前 把问题带回圣经 不然前面 他用眼睛看表面的事情 真的啊 这些人都很好 他只是看到表面而已 所以他说 他再怎么想 都想不清楚 因为眼睛看的 就是这样 好 当他安静下来 进到神的圣所 前面是说 看他们的 现在的状况 只是看表面 现在说 看他们 思想他们的结局 没有用看的啦 思想他们的结局啦 就是用永恒来看现在 不是用现在来看永恒啦 对啊 这些人 你看起来说 好像都没有受灾难 哇 都想平安 但是他们以后 是受到永远的刑罚 神的儿女以后是要享受永远的生命 好 所以他一思想 他就明白了哦 十八节 你实在把他们安置在华地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十九节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哇 他明白了耶 神啊 你把他们安置在华地 华地就是随时会滑倒耶 所以我们看到社会上 有很多人哦 哇 一德士 子高气昂啊 但是后来 这些人怎么不见了 因为他们到最后是 掉在沉沦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 何等的荒凉 我们现在只是看到 他表面生活好像想安利 但是其实 他们是被惊恐灭尽了 我们看二十二节 我这样愚昧无知 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 哇 他想到前面骂神 说神鬼诈啦 神欺骗我啦 所以他想到前面 他自己讲的话说 我真的很愚昧无知 我好像畜类一样 乱讲话 你看我们神多慈害 误解神哦 说哦 神鬼诈哦 神有马上出声 你怎么这样讲我呢 神有这样讲吗 没有呢 所以二十八节他就做一个结论了 二十八节 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 我与主耶和华为我的避乱所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亲近神与我有益啊 原来一切问题的答案在神这里啦 哦 以前我用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 越看越生气啊 越看越不能理解 神怎么这样呢 神怎么样这样对待祂的儿女呢 哦 现在他明白 哇 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啦 所以绝对不能离开神来看问题 离开神来看问题 会像做事的人看得非常的生气 看到最后他说 他自己讲的 我差一点点跌倒 哦 所以哦 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教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着他指引被找的人 万事就是神所安排的一切事情 哦 不管是我们满意不满意的 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 哦 都会发生功效啦 神不会做那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啦 神也不会开人玩笑啊 神所安排让我们遇到的事情哦 都是要让人得益处的 好 这边特别强调一句话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so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to those who love God 爱神的人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 so those who love God are those who keep the will of God 就是在神所安排的这个环境哦 他愿意接受去面对 so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he's willing to accept it 哦 神的旨意是要能得益处 但是很多人在神所安排的这个哦 哦 万事当中没有得到益处 不是神不要让他得到益处哦 是他没有爱神嘛 so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but if it does not work together for good for you it is because you do not love God 哦 因为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嘛 it is because you do not keep the will of God 他就没有办法在神的安排环境当中 得到益处 但是不是神不要让他得益处哦 so it is not that God do not want them to receive good but it is because they are not willing 这是第二点 神的旨意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so God's will is the answer to all questions 第三点 the third point 神的旨意要成为生命的任务 so God's will will become our duty in our life 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 Romans chapter 12 verse 3 Romans chapter 12 verse 3 我凭着所赐个人恩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吩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忠道 这里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那里得到不同的恩赐 但是我们要按着信心 这个看得合乎忠道 but according to faith we have to see what is right 不能说啊我都没有恩赐啊 谁才有恩赐啊 we cannot say that we do not have any gifts 我别人都零五千 啊零两千 我连一千都没有啦 so others have five talents two talents but I do not even have one talent 啊也不能把自己 自己看得过高说 你看哦 望远望去哦 哇 这个教会啊 就是我是第一把交椅啊 so we cannot also look too highly of ourselves and think that we are the best in the church 哦不要问我的名字 叫我第一名 so do not ask me my name but call me number one 哦这个事情当然就 就我能做而已啊谁可以做啊 so it is only me who can do this 哦教会不能没有我啦 so the church definitely needs me 哦把自己看得过高嘛 so you think too highly of yourself 哦啊你一个是把自己看得过想说 教会没有我没有关系啦 and then or think of yourself too lowly the church do not need me 哦聚会少我一个没有关系啦 it does not matter if I'm not at service 我没有那么重要啦 啊做圣工哦稍我一个没关系啦 so for divine work if I'm not involved it does not matter 如果改天哦 末日主耶稣来说 某某人啊进天国啊 so in the last days if God says mr so and so you are to go to heaven 我们会跟主耶稣说 主耶稣啊我没有那么重要啦 天国稍我一个没有关系啦 我们会这样讲嘛 我们一定说 不能少我一个啊 我一定要进去啊 但是现在可以说 我没有那么重要啊 聚会少我一个 做圣工少我一个都没有关系 天生我才必有用啦 所以第四节开始讲说 我们就好像这个身体一样嘛 身体上有不同的这些尸体嘛 器官啊 他就有不同的功用啊 所以我们就按照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 我们发挥这个恩赐的功用就对了啦 so based on what gift we have we just need to play our part 所以神都给我们每一个人 不同生命的任务哦 so God has given us different tasks to do 为什么神让我们移民到这个地方 why did God allow us to immigrate to this country 一定有神的旨意嘛 there is God's will in it 为什么神让我读这个科系 读这个大学 why did God allow me to study this subject 为什么神让我做这个工作 这个职业 why did God allow me to do this work 一定都有神的旨意嘛 所以我们要清楚啊 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任务 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18节 约翰福音21章18节 18节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要自己树上带子 所以往来 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树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19节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 说了这话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20节 20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 主啊 卖你的是谁那个门徒 21节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个人将来如何 22节 耶稣对他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这里耶稣要彼得清楚知道 他生命的任务 说你年少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往来 你年老的时候 人要带你去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比特一听 啊 神给我生命的任务是这样 那回头一看 看到他的同学啊 约翰啊 就问耶稣说 我同学啊 约翰啊 他如何呢 耶稣跟他讲说 他如何与你无干 你来跟从我吧 所以耶稣要告诉彼得 就是说 不要比较 不要看人 你跟从我就对了啦 如果耶稣有跟彼得讲说 约翰将来如何 讲完之后 彼得会不会做比较 我们有一句话说 人比人气死人啊 一讲就有比较了嘛 比较就会计较了啦 蛤 差这么多 啊都是你的门徒啊 你看他是 他是 他是比较爱你 你比较爱他哦 哇 你给他的生命之认误是这样啊 啊给我生命之认误是这样哦 所以耶稣是跟说 与你无干 你来跟从我吧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明白 神给我们生命的任务啦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明白 神给我们生命的任务啦 不要去看人哦 看人哦 我们会跌倒哦 我们要像那个 马太福音17章那边所说的 神在那个变茂山哦 变茂山变茂 啊彼得看到说 神啊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呢 他就要在那边说 我搭三座棚啦 一座为你啦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利亚啦 他怎么做突然就云彩遮盖他们啦 当云彩收回去的时候 圣经说哦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啦 所以我们的信仰哦 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跟从耶稣就对了啦 真的看人会比较啦 看人哦 会跌倒啦 耶稣跟彼得说 你来跟从我吧 耶稣说主要带人 耶稣说 ÀTo Peter Follow ME 好 我们看十读新传12章 第一节 十读新传12章第一节 十读新传12章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节 那时希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第二节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第三节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 又去抓拿彼得 那时正是除孝节的日子 第四节 须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 交互士班的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意思要在逾越节过后 把他提出来 当着百姓伴他 第五节 于是彼得被求在监里 教会却为他窃窃地祷告神 第六节 徐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页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兵丁当中 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第七节 突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肋旁 拍醒了他 说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 以下简类 我们看这一段 有没有个疑问 为什么神没有救亚各 神救彼得 一样被叙利王抓去 关起来 结果 这个亚各就被叙利用刀杀了 后来这个叙利王又去抓拿彼得 也准备要办他了哦 结果要再办他的前一晚 神主耶稣派天使派使者来救彼得出煎熬啊 那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神你既然能救彼得 你怎么不救亚各呢 是雅各表现比较不好 彼得表现得比较好吗 还是曾经有信徒问我说 是不是哦 那个教会信徒 有帮彼得祷告 没有第五节那边啊 说彼得被囚在监牢里面的时候 教会为他切切祷告 哇 你看教会有为彼得祷告 没有为亚各祷告是不是这样 有啦 一样都有祷告啦 那为什么救彼得没有救亚各 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这个真理来看 亚各的生命任务完成了啦 彼得的生命任务还没有完成 因为主耶稣曾经跟彼得讲嘛 你联绕的时候 人家要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 你跟从我吧 所以神的职业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任务啦 所以神的职业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任务啦 亚各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就像我们种玫瑰花 我们种玫瑰花 哇 这玫瑰花刚好开得最漂亮的时候 我们会做什么事情 那个锦刀 把它剪下来 拿到我们的客厅房间在那边欣赏 对 我很满意嘛 最漂亮的时候啦 所以亚各就好像那朵开得很漂亮的玫瑰花一样嘛 主人把他捡回去了嘛 最后我做个结论 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 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 我爱你们正如我父爱你们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第10节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爱里面 11节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你们的喜乐 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且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里主耶稣说 叫我们要爱他 但是我们爱他 神已经先爱我们了嘛 第10节说 我们若遵守主的命令 就住在主的爱里了 那11节 主耶稣有特别说明 为什么叫你们遵守我的命令 主耶稣就是希望说 祂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 而且这个喜乐是可以满足的 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中 主的喜乐就在我们心里 而且这个喜乐是可以满足的 神的旨意要成为价值的标准 神的旨意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神的旨意要成为生命的任务 一唱是我们彼此的勉励 唱诗两百三十余首 唱诗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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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